各位外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的财务学习课堂 今天这节课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国内的股票类型以及交易市场类型 那么通常我们国内的股票类型 主要是按照投资 就是股票发行方投资主体的性质来进行分类 那么一共分成以下四类 包括有国家股 法人股 公众股 以及外资股 那么国家股通常是指发行主体 是代表国家进行出资投入形成的股份 那么法人股一般是指法人单位 比如说企事业单位 公司等等 向股份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 那么公众股一般只是发行面对社会公众 包括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形成的 这个向公司形成的投资形成的股份 那么最后一个是外资股 是指股份公司向外国或者我国港澳台同胞发行的股票 那么按照这样的四个投资主体分类呢 我们把它分成这一下四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对大家 这个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一些 这个股票的一些特殊的称号来进行一个扫盲 我们在炒股的时候 或者是在这个学习证券技术支持的时候 也经常会遇到这些名词 包括A股 B股 H股 N股 S股 那么这些股票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讲 之所以区别为ABHNS 主要的依据是股票上市地点的不同 以及所面对的投资者的不同 两者的考虑 那我们接下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A股 B股 H股 N股 S股 那么A股呢 我们又称为人民币普通股 是由中国境内公司发行 供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 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也是我们通常自己个人投资者 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买卖的股票呢 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于我们A股的组成 那么截止到15年4月呢 互生两市的A股市场 一共有2661家 然后整个A股的 互市的A股总市值呢 达到31.5万亿 生市的A股总市是20.6万亿 互生两股的账票 股票的账户合计高达1.89亿户 可见我们A股市场 在中国的股票 甚至是资本市场当中扮演的重要地位 举足轻重 那么什么是B股呢 B股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叫 人民币特种股票 它是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但是呢 是以外币认购和买卖 与A股不一样的 这个最大区别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投资方呢 一般是以外币进行买卖 以外币进行买卖 那么和A股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交割方式不一样 交割方式不一样 它实行的是 我们A股是知道是T加1 就是今天买明天才能卖 然后我们的B股呢 是实行T加3的交割制度 而且呢 涨跌幅和这个A股是一样 也是10%限制 然后参与的主体呢 包括有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 以及我们持有合法的外币 外币存款的这些大陆居民 也可以参与进来 而总而言之呢 它的这个最主要的特征呢 就是要以外币认购和买卖 然后再加上一个T加3的特殊的 交割制度 这是我们的B股 那么什么是H股 那么H股我们近两年 也这个听得比较多 那么H股我们也称为叫国企股 它是指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点 选择在香港的外资股 那么之所以叫H呢 是因为选择的上市地点是Hong Kong 那么Hong Kong的拼音打头呢 是H打头 所以我们叫H股 然后H股实行的是T加0的交割制度 而且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这就有一点和这个 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非常相似了 在美国也是T加0和5涨跌幅 那么按照H股 我们顺带就一起把N股和S股来 也精进介绍 他们的这个命名的逻辑呢 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根据上市地点的选择的 这个名称里面的拼音字母的头一个 来决定 那么N股呢 是指在纽约上市的内资企业 国内的上市公司 那么S股呢 是指注册在内地的 在新加坡的上市公司 这是我们讲了HNS 在这里都给大家说清楚了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包括ST股 什么是ST股 什么是PT股 这个我们相信炒股的同学也有所了解 但是可能了解ST的比较多 PT是什么 大家还不是特别清楚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说 什么是ST 那么ST是叫Special Treatment的缩写 这个打头的两个字母的缩写ST 那么之所以Special Treatment呢 是因为它出现了财务状况 异常的倾向 异常的倾向 所以被我们的监管方给戴上ST的帽子 那么ST股的涨跌 这个交易规则呢 和我们正常A股的交易规则 也有所区别不同 它的这个我们正常的是涨跌幅是10% 那么ST股呢 涨跌幅的限制呢 是5% 然后在接下来 我给大家介绍四点 这个咱们证监会论定的财务状况异常情况 是要把这个股票判定为ST的这个情形 一个就是最近两个会计年度 审计结果显示 净利润为负值 就连续两年亏损 第二个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 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 这是最近一个年度 第三个是注册会计师 对最近一个年度的这个报告 也就是审计报告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第四个是经过这交易所或者证监会认定的 财务状况异常的其他情况 那么如果上市公司有符合这四条里面的其中一条 那么就会被戴上ST的帽子 也就叫ST股了 那么PT股呢 刚刚我们说了 PT股呢 是大家了解比较少 但是呢 其实也不是非常难理解 PT股呢 它是particular treatment的transfer的缩写 叫particular transfer 叫特别转让 那么为什么要特别转让呢 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 所以PT股呢 就是要停止任何交易 价格清零 等待退市的股票 是比ST还要严重的股票 等待退市 那么PT股的交易规则呢 是只限于每周五进行交易 而且涨幅限制是百分之五 没有跌幅限制 那么没有跌幅限制 这里的公司呢 可见这个PT股的风险呢 非常大 那么什么情形下 我们是达到要被判为PT呢 我们在这里根据公司法 和证券法规定 上市公司如果出现 连续三年亏损等情况 将会被暂停上市 叫PT 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那么 我刚刚就是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是ST 什么是PT 最后一个 这个一组概念呢 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 和新三板 这个也是我们 炒股的同学们 口头经常冒出来是 这个名词啊 尤其是最近这个 创业板比较火 和新三板比较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主板呢 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 股票交易市场 股票代码通常 声势是为三个零打投 故事呢 是六零零打投 中小板 是部分 指的是 有一部分企业 想上市 想到主板上市 但是呢 财务条件 或者各方面其他条件 又达不到主板上市的要求 所以退额求其事 在中小板进行上市 那么 中小板的股票代码呢 就是零零二打投 而且都是在 这个绅士 在绅士进行发行 创业板呢 又称为二板市场 大多是从事 高科技业务 而且有较高的成长性 但是规模比较小 盈利也可能不太突出 业绩也不太突出 它的股票代码呢 为三打投 那么创业板 吸引了很大 很多这个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因为它 这个 有很高的成长性 所以呢 投资者呢 也比较偏好 但是 我们讲 风险和收益是等同的 等同的 最后一个呢 是新三板 新三板呢 这几年比较火 也是因为 我们讲国家 我们国家的 这个 政府监管部门呢 对 IPO的这个 限制呢 非常多 啊 很多这个 符合上市 标准的企业呢 难以这个 正常 取得这个上市牌照 或者是排队的时间 非常长 所以呢 这也使得我们 这个新三板的市场 很活业 再加上新三板的这个市场呢 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 啊 所以 啊 最近呢 新三板非常火热 它指的是全国性的 非上市公司的 股权交易平台 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 嗯 这是 在这里呢 我们就 啊 通过这样一页PPT呢 把这个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和新三板的 区备联系 给大家介绍非常清楚 好 今天呢 这节课 关于我们国内的股票类型 以及股票交易市场类型呢 的相关知识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